哈囉大家好 請 那今天又被廣告推坑了好不好 那今天要來玩的是我們這個 Monster什麼Demoration Gitas粘滴 那我覺得整體玩起來感覺的話 我自己個人還蠻喜歡的啦 他就是你要利用我們這個車車 然後去就是打敗前面這個BOSS 然後重點就是我們如果就是撞到一些就是 比較沒有那麼重要的一些部位的話 他基本上就是打的這個損傷會比較少 所以你就盡可能就要把他一些 就是比較重要的部位 比如說去撞他的腳啊 或幹嘛之類的 然後讓他整個跌倒 那他損失的這個血量就會很多 然後下面你只要打完關卡 你就可以提升你自己的一些 加速度啊或是操控什麼之類的 那這遊戲就很讓車體重量加大的話 應該是比較容易去 打爆那個BOSS的 那我們就直接走起 那很簡單就是按加速 按住螢幕之後的話你就 喔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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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腰了個咻 這大哥還會噴那個光線啊 傻業 我們怎麼衝完就看廣告了 笑死 那我們這款遊戲基本上它是有免廣告的機制 不過你就是要去購買啦 所以如果你就是想要給他們支持的話 就可以去購買他們這個免廣告的東西 然後我們剛剛打這個酷人的時候 他居然會給我放光波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可能也是要就是 要去繞過去 那你只要點這個畫面之後的話 我們車車就會開始開喔 然後他是會有光波的 所以我們要閃他的這個光波 欸?沒發勒 他這一次居然沒發 然後我們直接撞他的腰帶這樣子 他剛有發 inside 然後這次沒發 是甚麼意思 然後我們就繼續走 可是他不記得每一次都會發 喔有有有有有 應該是我們就是往他正前方射過去的時候 他就會那個 不發這樣子 我看到了他左邊快要爛掉了 然後他只要能夠讓他的一些基底 爛掉之後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那個 我們就可以就是 把他整個骷髏頭就弄爛這樣子 來!輪轉位移一下 把他這邊射爛 有沒有看到 他在這邊角的部分應該就爛掉了吧 可是他角這邊沒有疊爛欸 我以為 就是他角那邊疊爛我們就OK了 重點是他現在會有這個光線 我們先朝右邊打 這也是還蠻好玩的這遊戲 那你竟然就是要慢慢的把他的一些 路點部分給他打掉這樣子喔 我是沒有想過他居然還會有那個欸 他會有就是放技能之類的東西 全部打爛 哇 很難很難撞喔 然後撞沒幾下就要開始看廣告了喔 那我覺得還行的原因是因為他可以買就是略過廣告的這個部分 你就可以就是不用那麼辛苦一直去看廣告這樣子 就是如果有一些玩家可能是 沒有很想要一直看廣告的東西就可以買那個東西然後去支持一下 畢竟人家做遊戲還是需要一點麻煩麻煩的啊 哇 我這邊直接一個插邊球 插他腋下 沒有弄到很好 但沒關係 我們先把這些都升高一點點 主要來說是因為他有光線波啦 這個比較麻煩 然後直接撞爛他的這個 喔 可以 頭全部倒掉了 這樣應該ok了吧 可以贏了各位 哈哈哈 所以這遊戲基本上我覺得真的是還蠻好玩的 只是他的一個普通的廣告確實是還蠻多的 只是你可以買一些就是略過廣告的這個部分喔 我們先把這邊升完 升完之後的話我們車子就可以升級了耶 好 我們車子現在升級之後的話就變成一個 就是更堅硬的這個卡車了 然後我們一樣 待會的話能夠就先用他的重量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南瓜 南瓜會射這個 南瓜炸彈 先撞他這邊 腰部先貫穿過去應該就ok了吧 然後我們待會就是 繼續往他旁邊走 欸他好像 要全爛了喔 哈哈哈 好 那我們剛剛基本上撞掉了他右半部分啦 所以我們現在只要在瞄準他的左半部分的話 應該就有機會直接把他給避掉喔 他又是丟南瓜炸彈 那我們往左邊開一點點 應該可 哇 擦邊球阿各位 我應該要再正中央一點點 然後再往左邊偏一點點喔 然後目前看這個南瓜人好像就只會放南瓜炸彈 所以就還好 好 這樣應該可以 偏掉 好 他這樣直接全死了 沒問題 我跟你講這遊戲阿 哲平很在行啦 完全沒問題 直接打爛 太好了 摧毀 他之後應該會有更多一些那個 欸 怎麼辦 這不是那個嗎 喔 他這應該是要就是 等他轉頭過來之後我們才那個對不對 這不是 我姑媽嗎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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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姑媽剝皮吃泥巴 各位 好酷喔 居然還有這個欸 居然還有這個妹妹 笑死 好 那我們來繼續面對這個女孩喔 這女孩感覺好像有沒有轉頭好像都沒有什麼差了欸 他其實打到他的臉的話會比較強啊 好像也沒有 哇 他一直發這個火箭彈 我撞他的這個身體 好不好 待會再撞一下應該就可以貫穿了啦好不好 因為感覺 他有沒有看我們好像都沒什麼差 他都還是會發這個飛彈 再撞一次 貫穿他的身體 好像還要再一台 還要再一台才可以貫穿 可以 他再慢慢挖掉了 好 那我們這邊就是往左邊走 反正我們就是盡可能把他那個機體都打掉 我們就沒什麼問題了喔 撞這邊 貫穿下去 妹妹 他不會把他的內褲也做出來了吧 有的話那真的很厲害欸 其實我覺得他應該要多做一些 就是攻擊的一些手段 喔 完了 打歪了 各位 打歪了 有嗎 他手爛掉了啦 但是我覺得真的要 打他身體左邊的那個地方 這邊 就是這裡了 貫穿下去吧 妹妹 卡住了 很難欸 我的天啊 因為他這個機體越來越大了喔 好 那大家看到我切畫面的次數 多麼頻繁就知道喔 這遊戲的廣告是真的非常非常多啦 但是我覺得真的是 還滿好玩的喔 撞他中心點 撞爛他 有沒有機會 我感覺他這個脊椎骨很硬欸 我的天啊 這妹妹 啊完了 我覺得這邊要 好像也要把他的手撞掉是不是 還是怎麼樣 我先往左邊走一點點好了 往左邊歪 這邊吧 這機體撞掉應該就可以了吧 但我覺得他是不是兩邊的這個黃色袖子也 也算在麻煩的那個地方內啊 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可能也要把旁邊的袖子那些撞爛欸 好吧 走吧 撞爛他這些袖子應該就可以了吧 因為我想說把他中間那邊打掉他應該就沒有什麼機體點了 這邊我們應該再撞一個就是 這邊旁邊的這個部份應該就可以了 這邊 這個部份 欸沒倒欸 哇靠 那他是要把左邊都撞爛欸 來吧 有了吧 nice 各位 不是欸 身體還在 好 那目前來說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 這剩這個 剩這個衣服我們要怎麼撞啊 這樣撞得到嗎 不行 那是不是要放慢速度一點點 應該是要放慢速度吧 這樣吧 不是欸 這也太難撞了吧 笑死 完了完了 我們 慢慢開 不是欸 那你找這樣我應該找撞這個基底部份就好了對不對 對啊 你找這樣我找撞這個基底部份應該就可以了吧對不對 欸 好像毀了 好像毀了 nice 很難欸 他這有把內褲做出來欸 笑死我了 很厲害欸這遊戲 這真的蠻好玩的喔 免費的巨大炸彈 我們來看看 這是什麼東西 我們身上有那個技能了 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邊有裝一個巨大炸彈 所以他這個遊戲還可以買一些炸彈的部份是不是 來來來 撞一下 沒有卡在裡面所以爆炸沒有很爽啊 好那我們剛剛的話應該是因為我們的車子沒有卡在他身體裡面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沒有就是 很好的就是直接就是 在他中心點大爆炸 那有點可惜 好不好 來來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應該要卡在這裡面然後開始爆炸才對 這邊開一個大爆炸他就應該會整個那個 爆到一個不行這樣子喔 我們直接卡在裡面 我看一下喔 不然我們再看一下免費的廣告 拿一下那個炸彈跟那個火箭試試看好了 因為這邊有這個炸彈跟火箭我們來去看一下廣告喔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右上角這邊的廣告跟就是那個火箭跟炸彈 好像只能選一個啦 因為我這邊選了炸彈之後好像就沒有辦法再用火箭了 那我們來看看喔 這邊的話呢 如果我們直接塞掉他的陣送心前直接爆炸看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可以了吧 哇直接炸爛他的那個胸前欸 哇這應該損蠻多血的喔 但是還是沒有掛掉欸 所以我覺得目前來說我應該要怎麼樣 我應該要慢慢開 然後去炸他的腳才對 有沒有我覺得應該要去炸他的腳才對 因為我們現在基本上都是 在弄他的這個東西 喔然後我們重量是可以去壓爛他的腳這些東西的 所以還有這種方法可以弄 所以我們就是慢慢的先去擊毀他的那個弱點部分好不好 先去把他那個腳那些用掉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點 他這邊會用這個重壓去壓爆他這樣子喔 可以耶各位 這款遊戲我是覺得真的蠻好玩的啦 就蠻對哲平的胃口的 因為我覺得這種遊戲 就玩起來就蠻舒服的 然後他沒有想要裡面就是 就是有蠻多一些額外的東西喔 這邊可以直接買火箭 我們來買一下火箭看看好了 免費火箭 來吧 這個是我們是有那個啦 我們不是火箭 那個是我們的火箭筒喔 我以為那個是我們加速火箭就是我們的火箭筒 而且他剛剛是不是對我們發射一大堆火箭光波啊 笑死 然後剛剛我看到這款遊戲 這也是廣告遊戲感覺好像也蠻好玩的 他好像是用畫線去打敵人對不對 這我改天再跟大家介紹看看好了 這個好像也蠻好玩的 我這應該是用廣告在那邊 就是浪澤平就是入坑啦 感覺這款是真的也蠻不錯的 可以看看 所以有時候就是看一些廣告 但也沒有說就是不太好 就是他 這些遊戲真的都頂好玩的 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好不好玩 這個好像是用畫線在戰鬥這樣子喔 蠻酷的 真的蠻有趣的好不好 一堆這種遊戲 像這款這個開車車的遊戲 我也是在那個什麼 在玩我們就是那個 和和和英雄的時候看到廣告了 好不好 還蠻不錯的啦這些遊戲 好啦 那我們這邊在 炸最後一波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看一下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阿他這邊有一大堆這種 額外的一些東西 哇哇哇哇 哇 我飛不到他的那個角 我覺得應該要把他的那個角 在那邊撞掉就ok了 應該是可以 先把他的手撞掉吧 貫穿過去 然後壓他的腳 感覺好像他快不行了喔各位 只是這一隻好像比較麻煩 是他這個光波很強啊 可以嗎 壓爛 重點是因為我們這邊的這個重量也會使他就是 就是 損血或幹嘛之類的 所以這個也是很重要 我先去把他的那個腰部用掉好了 腰部我來了 啊完了 腰部我來了 就這裡了直接走起 壓爛他的尾巴 慢慢打 還行啦 他覺得目前來說 這款遊戲玩起來感覺怎麼樣呢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我是覺得他的這個敵人如果越來越 就是越恐怖的話真的是 挺好玩的 因為我蠻多一些東西需要去弄的喔 快用我的重量壓爆他 他還在慢慢的損血當中 只是這遊戲竟然廣告就真的還蠻多的喔 好 那我們再撞一下喔 整體來說的話我覺得這是我自己個人會蠻推薦的 只是他的這個 廣告這圈比較偏麻煩的 但是 如果要當個免費仔的話就是這樣子啊 你最好還是可以去支持一下他們會比較好一點點 我覺得他整體來說 遊戲算做的還蠻不錯的 而且會針對你 針對你的這個攻擊啊就是 這個Boss會不會就是 越來越好打或什麼之類的 你看我們現在把他的這個下體打爛了 再撞一下他應該就沒什麼支撐點了吧 正中央 直接給他走起 撞爛 然後他這邊應該剩下 右邊那隻手 所以先把他的這個機體都打掉 我們就可以就是 比較快速的通關了吧 這個 哇 哇 這邊感覺還是要在一個那個 這邊加速度 然後 這邊走起 啊完了歪了 欸 斷了斷了斷了可以有沒有看到 打掉他四隻就ok了好不好 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這款遊戲這個 車車打怪物好不好 因為我也不知道他的那個英文要怎麼唸 我覺得整體來說 真的還蠻好玩的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 就是這款車車遊戲啦 那整體來說你們覺得怎麼樣呢 也可以分享給車輯 就知道你們的一些想法好不好 那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我是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囉